在社会发展的今天 人们的观念逐渐变得开放 不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一些陋习和不好的风俗习惯 在渐渐的改变 可是毕竟我国面积幅然辽阔 有一些偏远地区并没有完全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改变 仍然延续着他们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 要说在我国最具特色和神秘的民族 藏族是跳不过去的坎 而西藏就是藏族人民世代生活的地方 在这里由于地处高原内陆地区 所以交通和气候因素导致当地的居民 还在恪守传统的礼仪 由此也衍生出了一些在我们看来 非常奇怪的风俗特色 就比如藏族地区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里南部娶女不嫁 如果想要确立婚姻关系 他们只能飞檐走壁 这听起来实在是有点奇葩 怎么结个婚有这么困难吗 事实上飞檐走壁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实际上只是说这里的人们 结婚确实不走寻常路 那么到底是怎么不寻常呢 这就跟着读者去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我国有56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人情和民族特色 这些民族的人群有的分布在城市的街头闹像中 有的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 虽然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 但是那些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 依旧鲜有人知 但换个角度来看 正因如此 他们的一些古老习俗才被很好地保留下来 而读者开头所说的神秘地方 就在藏族地区的一座雪山脚下 名叫普兰县 这是一座依旧保持着淳朴风格的小县城 它依旧维持着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 妇女是这个地区最受尊敬的人 这里的婚姻状态并不自由 所有的男人都是不娶妻的 而与此同时 所有的女人也不嫁人 在普兰县中 男人和女人似乎没有太多的交集 他们永远是两个十分独立的群体 男女住所分开各自生活 在普兰县 原本普通人眼中的爱情成为一种奢侈品 男人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 与自己喜欢的女人相处 为了见他们心上人一面 他们必须在夜深悄悄离开家门 前往心上人的住所 他们无法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进入 只能飞檐走壁 在普兰县人的婚姻之中 他们需要顾及许多方面 普兰县人普遍认同的婚姻观念 就是门当户对 这也是他们一直秉持的婚姻原则 因此 在子女的婚姻中 父母是主要负责人 就连当事人都不知道 自己将会被安排 与什么样的人确立关系 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对方的长相 甚至对对方的人品也一无所知 火兰县的人们依旧生活在原始社会之中 因此他们所有的行为 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在这个母系社会中 所有的婚姻大事都以女方为主 如果男女双方都要确定婚姻关系 那可能需要颇费一番周折 在普兰县 一直流传着一种名叫走婚的习俗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普兰县的特殊婚姻方式 当地流传一种求婚方式 叫打狗 打狗的过程十分繁琐 如果某一个男子遇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子 前去求亲的时候 男子一定要带上一名见证人 这与我们日常婚姻中的正婚人十分相似 在普兰县人看来 如果两人的婚姻今后出现了裂痕 这名正婚人可以起到一切作用 不仅如此 求婚的男子还需要戴上肉骨头 小刀与帽子 肉骨头的目的就是贿赂女方家里的狗 而这本质上也是为了得到女方家庭的同意 小刀的目的是自卫 而帽子的作用则是宣示主权 走婚成功之后 男子双方便成为正式的夫妻 尽管他们已经得到认可 但是他们依旧要受到规矩的束缚 根据普兰县的规定 夫妻二人是无法共同生活的 在白天男女双方不能见面 如果男子思念自己的妻子 必须在夜晚行动 在普兰县 太阳落山之后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无数的男子 急匆匆赶路的身影 见到这样的情景 所有人都心吵不宣 那是男子们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了 因为男子与女子的家相隔甚远 不少人甚至会每天行走十公里 二十公里 只是为了看自己心爱的妻子一眼 对于那些爬山涉水的男子来说 夜晚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他们可以留在心上人的家中休息 长久不见的阴霾也一扫而光 然而 留给普兰县男子的时间也仅仅只有夜晚 他们必须在第二天早上 扶小时分动身 踏上回去的旅程 在返回自己家中的过程中 男子们必须小心翼翼 避免自己被熟识的人看见 相较于男子 女子的生活相对自由 他们可以尽到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 来到男子的家中做一些家务 然而 他们却不可以在男子的家中留宿 因为确定关系的男女双方 都在通往各自家的道路上不停地穿梭 所以他们的婚姻便被称为走婚 也就是行走的婚姻 在贫穷人家 男女双方所受的限制并不多 凡是两情相悦的人都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他们必须以走婚的方式生活下去 然而 如果男女双方有自己的兄弟姐妹 那么 他们的婚姻便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男子拥有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 女子拥有哥哥或者弟弟 那么 他们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就会打破 即便是一起生活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男女双方的任何一方没有兄弟姐妹 那么他们只能按照普兰县的习俗走婚 一直走到婚姻的尽头 普兰县无疑是一个特地独行的地方 虽然在现代观念的认同中 母性和女性几乎拥有和男性等同的社会地位和属性 但是 对于生活在普兰县的人而言 其与女性额外的地位具有非同反响的意义 可能这才是这里人们坚守的灵魂和智慧所在 但是 对于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 人们似乎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 使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渊远流长中的体现 是应该值得延续下去的 我们应该努力去保护这种习俗 然而 一些人却持有反对态度 他们认为 在这个婚姻自由的时代 这种走婚的形式 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束缚 人们无法实现自己的婚恋自由 这其实是一种人权的践踏 诚然 我国毕竟比较保守 特别是拿结婚这件事情来说 一旦两个人成婚 那么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而且子女普遍信奉父母之名 没说之言 基本上会对父母一手承办的婚姻 不敢有丝毫的抗拒 他被人扣上不孝顺的帽子 尽管社会已经开放很多 大家都开始倡导婚姻自由 跟自己喜欢的人结婚 可是 父母包办的婚姻还是屡见不鲜 婚姻更多的时候 变成一种交易 阶级的跨越 比方在古代时期 婚姻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联姻 唐朝的文成公主就嫁去了西藏 所以两族友好的象征 成为了一段佳话 事实上 佳话也只是相对国家而言 事实上 能否和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白头到老 才是最重要的 而到了现代 人们对待婚姻更多的时候 是希望双方门当户对 或者实现阶级的跨越 很少能够重视两个人是否幸福 读者也不得不感叹 世上之事皆是 忍者见人智者见知 人们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 走婚最大程度的保留原始社会的淳朴 却与现代的社会格格不入 随着社会的进程 走婚很大程度上也在慢慢的消失 在藏族普兰县 除了极少数的人家 还保留着走婚的习俗以外 基本上这项古老习俗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最后 读者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些有色的眼镜 去揣渡这些地区 或许在我们看来奇葩的民俗和信仰 那是一种亵渎 中国文化不大精深 应该容纳的下 不被世俗观念认同和接受的文化 这只体现我们中华民族融会贯通 思想文化百家争放的标志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藏去游玩 可以多体验一下当地的风俗特色 对自己不理解的习俗 我们也应该以常理度知 没必要大惊小怪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